脖子转呀转 但不管身体怎么游 就是无法向前 哈尔滨师范大学里 这两只黑天鹅 已经不是第一次卡在结冰的湖水中 管理员赶紧铲除湖面冰块 要把黑天鹅送回陆地过冬 那本轮降雪呢 预计是哈尔滨的大部分地区的 新增积雪深度会达到6到10厘米 央视记者一戏白头 发烧冷道结出薄薄一层冰 这波东北地区的出雪 相当于往年 哈尔滨一整个冬季 降雪量的一半以上 当地政府出动12.8万人次 8.5万辆车次 清除上千条道路积雪 工程相当浩大 当地气温降到零下 二十几度居民自制冰桶 把生鲜食物往里头一放 就是不用垫的大冰箱 但市场摊伤可伤脑筋了 必须不断往水槽里加热水 生怕活鱼冻成死鱼 在高天底加热水刚化 要不也不是冷 你看这里的水 这个都是冰桶的 现在就得往里加热水了 在海洋和低纬地区 是温度比较高的 比较热的空气会往上走 所以这个冷空气就会补充过来 它在南下的时候 它最终会来到 经过我们国家来到这个地方 专家解释 西伯利亚就像冷空气的加工厂 持续产生冷空气 朝低纬度移动 随着立东节气到来 大兴安岭的河川 结束流冰期后 接下来将进入 长达五个月的风冻期 TVB新闻 杨琴婆代元力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